嗨,大家好,我是Enter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就是這一台 5K 27吋 2019 年最新的 iMac 你看,哇,這個螢幕超級漂亮的 好,那我們馬上就來開箱它 那一邊開箱也跟大家聊一下這台的規格 這是一個27吋的螢幕,解析度是5120x2880的 處理器是i58600,這是一個六核心、六直行序的處理器 記憶體是原廠的8GB標配,我們沒有升級 顯示卡是Radiant Pro 575X 儲存空間是1TB的Fusion Drive 這個呢,就是它的滑鼠跟鍵盤,都在這盒裡面 好,那這一組就是買iMac的時候 它隨附的鍵盤滑鼠組 其實你看它這個包裝,真的是非常漂亮 不過呢,隨附的Metro Mouse 我覺得Metro Mouse真的是蠻難用的 不管是第一代、第二代 主要就是它的手感真的非常的不符合我的手心 所以呢,我們還是把它額外花錢 升級成了Trap Pad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它吧 看到這,你一定在想...觸控板呢? 沒關係,觸控板就在底下 這個鍵盤好像我們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樣 好像缺少了...什麼東西? 對,沒有錯 這個呢,是我們在官網點選的時候 也特別去更改的 把它變為美式英文 因為一般的鍵盤上面有注音、有倉截 其實看起來我是覺得蠻亂的 然後我們現在打鍵盤都是盲打 其實不太需要去看上面是什麼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桌上 還有另外一台iMac 那另外一台iMac它的鍵盤是中文的 那這樣子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區隔 不會說我按了這個按鍵不知道是哪一台電腦的 好,接著我們來看底下的Track Pad 現在中文好像叫巧控板 我是覺得那個中文真的翻得還蠻鳥的 還不如真的直接叫英文就好 或是...反正我口語是習慣叫觸控板啦 那一邊開箱也一邊說 它跟鍵盤都是用lightning來充電的 而且呢,以我們目前試用情況 怎麼感覺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幫我偷充啦 但我是覺得每次用都可以用超久的 可能幾個月我才會需要充電一次 而以前使用第一代的感覺 就是覺得每個月都在做一個巡迴的運動 就是在買電池、換電池、買電池、換電池之間排回 那現在這個真的非常好 而且非常非常的薄 然後面積又非常大 那我們測一下它的重量 重量是232.5公克 那鍵盤我們也來測試一下重量 重量是... 230公克左右 最後要來開箱的這個配件是在螢幕下方的保麗龍 那保麗龍撕開上面這一層塑膠膜以後就可以拿出這個電源線 那iMac因為它是內置的PSU 所以它外面只有一條電源線就可以直接來使用了 非常方便 用料也非常好 看看從第八代i5六核心升級到第九代i9八核心分數到底會提升多少 為改裝前的iMac原廠是i5-8600 3.1GHz六核心六直行序 機體是8GB 首先看到Cinebench R15 分數都在990分以上 不過呢分數永遠都沒辦法超過1000分 再來看到Cinebench R20的分數都穩定在2400分以上 不過測試幾次始終無法超過2500這個門檻 從Intel的監視器中也可以看到 滿載時處理器功耗在70W出頭 頻率在4.1GHz左右 溫度在上升到攝氏90度後就保持平穩 因為這次我們也會改裝NVMe的SSD 先來看看目前Fusion Drive的速度 以AZRA 4GB的檔案大小測速 寫入在800多Mbps左右 讀取則在1400多Mbps上下 Blackmagic測試出來的速度也差不多 寫入不超過900Mbps 讀取不超過1500Mbps 而Geekbench的分數 因為當時沒有讓iMac連上網路 所以無法測試 但以網站顯示這台的多核心分數 大約是22000分左右 預計改裝i99900K後 分數會達到34000分 真的非常令人期待 桌上這些就是這次要開箱的所有東西囉 從右至左分別是處理器 散熱膏 SATA SSD NVMe SSD 記憶體 Duck 和UPS 那我們就從左邊開始開箱囉 首先是APC的Black UPS Pro 1500 因為我們目前使用iMac的經驗 耗電大概在100W左右 所以大概可以使用一個小時 這台UPS是在同系列中最高等級的 所以重量其實挺重的 大概10公斤出頭 這台也有支援Mac 是我們這次選擇的重要原因 UPS除了大家耳熟能詳 可以在跳電時救你一命 UPS平常也有濾波電源的功能 讓iMac的使用壽命更長更穩 它的背後有一些主控插座 收控插座 還有防突破的電源 以及可以擴充備用的電池 那新買來的UPS 它的電池是反裝的 所以我們要先將電池拿出來 然後再反裝回去 首先就是打開底下的蓋子 然後將電池拿出來 然後轉到另外一面 從這一面把它插入以後 再把蓋子蓋上就可以了 之後改裝完的iMac 我們也會實際拍攝模擬跳電的時候 iMac是不是可以在APC的UPS上繼續運作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到 A10的USB-C Dock 為什麼會需要這個Dock呢 因為使用iMac時會發現 要到它的後面去插ioport 非常麻煩 所以我就會傾向於用一個Dock 把它們外接拉到前面來 可以比較方便來使用 那我們就一邊來開箱看看它的介紹 這邊的介紹有提到需要一個獨立的電源接入 以及有一個HDMI 網路口還有USB-C Type-A Type-C都有 正面有一個USB 3.1 Gen1 同時也有5V 2.1A的充電 還有獨立分開的耳機麥克風接孔 好 那我們馬上來開箱它 轉過來以後就可以看到本體了 隨附的電源供應器是20V 4.5A 90W的電源供應器 此外還有隨附一條USB-C的傳輸線 這是一款無風扇的Dock 所以放在桌上既不會有震動的問題也不會有噪音 而實際使用時外殼的溫度也很正常 不會熱到令人不適 這個完整的連接能力是這款Dock的實用之處 適合有固定使用外接螢幕的使用者 這次搭配開箱的外接螢幕 是華碩的ProArt系列PA27AC 主要就是為了要搭配iMac 27吋的大小 所以找了同樣也是27吋的外接螢幕 PA27AC的解析度是2K2560x1440的IPS面板 因為這是一款Thunderbolt 3的顯示器 所以它的IO Port本身就像是一個Thunderbolt Dock 可以透過螢幕在局面時串接出去 開箱時螢幕本體和底座基本上是分開的 任一個都挺重的 所以從箱子拿出來時要格外小心 實際將螢幕裝上底座 目前用起來是很穩的 而各種旋轉的功能也非常豐富 詳細使用後再和大家分享 這邊是一套OWC專門foriMac的32GB記憶體 是兩條16GB的包裝 以及OWC的進階工具組 工具組是OWC額外送我們的 真的是非常貼心 那拆iMac所需要的工具 這裡面全部都有 要拆筆電要拆手機也都可以 那我自己是有習慣的工具 但有了這套我會更加安心 有個備員的工具可以來使用 如果有人要幫忙也很方便 因為蘋果是很調硬體的 所以使用OWC for iMac的專用記憶體 可以很放心使用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這套是從美國寄回來的 但可以看到上面寫Made in Taiwan 那最後呢又回到了我們手上 你怎麼有了一種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感覺呢 那OWC在台灣的服務越來越完整 以後要買東西售後服務 就不用大老遠寄到美國了 接下來我們來開箱Petri的P200 SSD 正面就可以看到P200的本體 是2TB的喔 那包裝上也有許多資訊 像是7mm的厚度 支援Windows和Mac 背面有各種語言標示 那整個包裝重量大約是92公克 實際本體是47.3公克 那因為是要裝進iMac中的 以後也不方便拆裝 所以一次就把容量裝到大一點的2TB 而且呢這顆SSD目前的CP值很高 大概看了各通路近期的價格 以同樣2TB的ZATA SSD來說 大概都要8000多以上 而博地這顆才6000多耶 P200讀寫速度 標示也有500MBps以上 之後改裝完成後 也會跑分給大家看看 這顆SSD的實際表現 再來是西傑的 FireCuda 510 SSD 也是以高讀寫速度 以其高CP值上市 而且跟SATA SSD一樣 NVMe SSD一旦裝進iMac 就希望它可以穩穩運作 之後不用3不50再去換它 所以一次就上到頂規的容量 2TB 爽 總共就有4TB的容量 官網點到頂規都買不到的規格耶 那散熱部分我們也有準備散熱片 避免因為溫度太高 SSD的讀寫速度掉下來的問題 目前iMac原廠的Fusion Drive的讀寫速度 分別是1400和800多 以FireCuda SSD作為iMac的系統盤 沒意外的話 讀寫速度應該是輕鬆超越 有意外的話就翻車囉 畢竟目前國內外都還沒有看到 把510 SSD裝進新款iMac的經驗 我們應該是第一個 支援性其實有點抖 只能說加油 希望改裝一切順利 因為我們這次改裝 一路會拆到CPU 把i58600換成i99900K 這顆8核心16執行序的旗艦處理器 基礎時脈是3.6GHz 超頻後是5GHz 全核超頻是4.7GHz 所以當然也需要強效的散熱膏來幫忙導熱 我們採用的是SERMORATE的TF-10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款散熱膏的散熱係數非常高 高達14.3W MK的散熱係數 幾乎可以說是目前市面上散熱係數最高的散熱膏了 可以確保iMac的散熱器壓住i99900K 不然效能就整個會受到影響 就浪費了這顆CPU那麼好的效能 喔對了 下部影片會有第一名TF-10的抽獎活動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訂閱Enterbox 那整個TF-10的包裝是一個砲殼 裡面也隨附了一個小刮刀 這個是TF-10 6.2公克的版本 另外也有2公克的版本可以選購喔 那秤重一下 整個包裝的重量是38.5公克 因為iMac的CPU、GPU散熱是同一個模組 是一整個裝在一起的 要拆CPU的話 GPU的散熱器也會分離 所以裝回去的時候 CPU連同GPU、GPU RAM都要上散熱膏 所以我們這次才一次選用TF-10的6.2公克大容量版本 那這次的iMac 27吋 還有改裝的配備都開箱完了 規格是不是很澎湃呢 所以再次感謝贊助商們的大力支持 讓Enterbox可以順利執行這次的企劃 那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我們應該是全世界第一個改裝 iMac 27吋2019版的CPU的媒體 那如果有意外的話 也可以安慰自己是第一個改裝失敗了吧 失敗的話再想想要怎麼收藏囉 那和大家聊一下接下來的影片規劃 會有一部影片講述拆解改裝的過程 那如果順利改裝成功的話 也會按照時間做出改裝後的效能介紹 以及周邊品項的使用心得 那麼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